我个人怀疑 眼下武汉的被病毒感染的数据 真实人数可能在官方报的 那个数字后面还加两个零 而且是只有大鱼 没有小鱼的 这位武汉青年提到 现在武汉医院的真实情况 医患已经积满了 医疗资源完全跟不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床位 就是你发热了 你一试那个症状 他医院不收治 有武汉市民发视频 曝光其母患病 医院不收治 被告知某个床位 能够被收进原 像我妈这样的病患 还有很多很多 所以也不晓得 他现在被感染的程度有几多 之前一直把我妈安排在酒店进行隔离 今天接到酒店通知 酒店也要停止营业 如果让我妈回来的话 武力人肯定会相互交叉感染 这样一来的话 被感染的病患会越来越多 而医院里 医疗资源匮乏 面对患者家属 医生无可奈何 而中共总理李克强日前到武汉视察 当地官员竟说没有困难 面对电视镜头 当地官员叫李克强如何喊口号 武汉青年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武汉疫情 新唐人记者李梅宇威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